請問他在第幾位 第三次出場 你再參加這班長電禮 其他人的心情感到嗎? 心情非常緊張和興奮 因為第一次出席這些中大型的班長電禮 有沒有信心或者怎樣 有沒有信心 我覺得每次都盡力做好每一件事情 還有尊重每一件事情 那就足夠 然後拿獎這些就順其自然 他看好哪一個 我覺得其實每位歌手都有他們的 專長的地方 所以每一個特質有不同 所以就沒有看好哪一個 每個都看好 那上次出了一首歌 嗯 我覺得那首歌 原來談戀愛是正每一回事 真是非常洗腦 我呢 前晚 不是前晚 就是前幾晚 就loop他這首歌 之後呢 一開始沒什麼事 到我睡覺的時候 他就來了 他就不斷在我腦海中浮現 那首歌的副歌部分 就非常洗腦 然後我就睡不著 到睡到一點點 早上起床 他又來了 所以就覺得 好 厲害 你剛才剛才放學來 沒錯 我是放學來 我是放學 然後坐車 之後再坐吊車過來 水晶吊車 那你有沒有覺得都很累啊 或者是怎樣 唉 我今天又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累 可能是因為比較冷 就是 那個叫什麼 寒冷 令人清醒 那你是不是已經適應了 現在這樣 工作 有關 其實我是慢慢適應 因為我覺得呢 我個人 那個適應能力是幾強下的 所以 慢慢就適應了 那 你之前有沒有看過警察艦 之前 可能你有過 我有啊 還有我也有聽過 然後這次真的可以到這個活動 我就覺得非常之榮幸 嗯 最近有沒有說 有什麼新 大展現新活動 嗯 我不知道那個是不是叫新活動 就是我最近 拍劇 就是我們 15個 隊友 一起去拍的一套青春 江武校園劇 還有 加上聖母者的一班學員 就去做這一套劇 就覺得 是一個新的挑戰 新的上線 還有都覺得很新鮮 拍到很多東西 那在新人獎方面呢 就是這次 可能 大家都覺得很日本的是 Edan 那樣 你有沒有聽他的歌 他的印象 我有聽過前輩 然後 還有 可能最近 因為在工作的時候 就 有時候 都會出現他的 一些歌曲 是 我也有看到 但是 就因為 我沒有按到進去 因為 因為 在忙一些拍劇 和一些活動 所以就 比較忙於練習 所以就沒有聽到前輩的歌 不好意思 非常之感動 其實 我的 就是一班 粉絲呢 是非常之辛苦 那因為 我每次 有時候出活動的時候 無論是很曬 下雨 多好風向都好 他們都會出現去支持我 那我就覺得 是非常之感動 還要今天 是突然之間 轉了很冷 所以 那他們今天都出現 所以就非常之感動 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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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是 是 我沒有一個特定的偶像 但是會學習很多不同前輩的一些特質 然後就造成自己的一些風格 所以其實每位前輩或者歌手都好 他們是有一些不同的特質和性質去令我去學習 所以就非常之 不是羨慕 非常之 值得學習 但是我心目中一位 如果我 可以和他一起 Cross Over 就好了 那就 我 我 我分人就比較貪心 我就想全部 全部歌手前輩 我都想 合作 是 不好意思 太花心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辛苦你們了 謝謝大家